小豚鎮鎮内公路路纪普渡活动 早上9点进行开箱仪式 祈求全镇安宁及公路来往人车平安 两年一次的中坛公路路纪活动 今年因为疫情 不再有法师到各路口的分坛 进行送金洒净 而是有法师在主坛送金齐安支付 超度各公路亡魂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特别改变的方式 过去我们都是会到各个点去办理祭祀活动 那今年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移到演艺中心主坛 然后由法师去呼请各地方的孤魂野鬼 希望能够借由这些祭祀活动 然后让我们的正名能够安心 也让我们的政政能够顺利 依照传统习俗农历七月普度释帮好兄弟 草屯镇陆祭活动已经持续十多年 现远离周中及蔡明轩 感谢政公所及曹青公用心筹划 目的就是希望以宗教的力量安抚人心 也希望透过陆祭 法师送金及超度等等仪式 能够让用路人更加平安 也感谢我们公所及丁青公 每次都给我们基盘 这么传统法会祈福的仪式 我也希望我们的地方可以安静 不然用路人给大家都可以幸福平安 准备到很丰富的奖励 所有的堅持对着我们的好兄弟 这个表示堅持健康以及心 祈求继续比喻 我们超顿国台的民安 我们超顿的交通都顺利 大家都平安地回到这里 众人以虔诚的心祈求顺利 先议员唐晓芬表示 自从国道六号开通之后 中坛公路撤流量不如以前平板 但是草屯镇公所仍是延续这个传统 也希望透过路继仪式 能够批有地方 因为早期中坛公路的一个开通 那这边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 以至于平常的交通事故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草屯镇公所 两年一次的这个路继 都会举办在我们农历七月 那希望说所有行驶这边的一个 不管说是行车也好 或者说行人也好 都能够出入平安 丰盛的贡品提供给好兄弟们享用 公所表示 除了路继普度其安 民众更要注意交通安全 物酒驾或是超速行车 记者洪一伦桥屯采访报道